据日媒报道,杰尼斯事务所的Johnny·喜多川社长 于9日下午4点47分,在东京都内的医院内 因解离性脑洞脉瘤,破裂导致珠网膜下出血而去世 享年87岁,对于首页告别仪式 这是只有演员和JR才能举行的家族葬 另外,还将提供告别的机会 这是事务所以书面形式向舆论社发表的 创造了杰尼斯文化,送走了SMAP和蓝等众多明星 贯彻了一生现役的娱乐界一大功臣喜多川 一路走好,非凡娱乐,时时报道